真行啊 这嘴皮子比我们主持人都溜 简直就是在嘴上装了一个电动小马达呀 可是这快嘴归快嘴 他怎么就能被陆川看上 被挑选去演电影了呢 话说赵美容今年三十多岁了 在他的村里啊 跟他同岁的基本上都结婚生死了 但是他却一直还担着呢 因为呢 他不是在外边打工 就是在村里干农活 忙的是团团转 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相亲 所以渐渐那些喜欢牵线搭桥的 也就对他失去了兴趣 而谁承想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上了电视 生活一下子发生了巨变 那是2013年 赵美容隔壁村的村长 参加了当地的比较火的歌唱比赛 赵美容是阴差阳错的被选中 当了拉拉队的队长 在加油助威的时候啊 赵美容拿起这喇叭就开喊 村长在我们村唱歌是最棒的 这么多年了干了很多的好事 给我们老百姓修路 还给我们的孩子们买书包 陪老人唠嗑 经过他这么一吆喝 不仅帮着村长成功晋级了 自己也彻底活了 各大卫视呢 开始邀请他参加节目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这个 灵牙俐齿的农村姑娘 并且亲切地称呼他为 快嘴村花 赶巧了 正好呢有一档节目啊 是相亲节目 看中了他 要帮他找男朋友 这账本容一听 就坏了 这机会不来了吗 那我得好好把握 所以在节目当中 把对另一半的 一大串的要求 一口气全都说出来 这也都不要了 让他不要打摩斯的 因为冬天特别冷 他那个摩托车 然后呢一边下雪 一边下雨 还要看着摩托车 反正那容易感冒 没想到节目播出之后啊 单身男 各路都乌泱泱地 照上门来了 两年间 他们家就从来没断过 只不过呢 这过来的大多数都是奇葩 要么是扛着俩大西瓜的啊 指着赵美中就说 你敢不敢跟我比赛 偷砸西瓜 要不然呢 就是上面要跟他比赛 搬手腕的 这可把这赵美中 给弄糊涂了 不是这成名 也没给自己 带来什么甜头啊 反倒是惹来了不少麻烦